相信有能力买下身价高达300万美元的 布加迪Karon这辆怪兽超跑的土豪们 应该不会介意车子的油耗表现 不过究竟这辆百公里加速只要2.5秒 最大马力值高达1500匹的布加迪超跑能跑多远呢 根据美国环保局的答案是21.4升 全球限量500辆的布加迪Karon 搭载8.0升四涡轮增压W16引擎 拥有1500匹的最大马力值 以及高达1600牛米的峰值扭力 如此惊人的输出表现 在七速双离合气变速箱的配合下 百公里加速只不过2.5秒 200公里加速也才6.5秒 300公里更是只需要13.6秒就可达成 许多小轿车才刚加速至百公里每小时 而Karon已经以3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在奔驰了 如此强悍的加速实力令其他超跑显得渺小 不但如此 Karon的急速在解除限制后 更是可以达到464公里每小时的疯狂境界 如此暴力的动力表现 自然不会有小轿车般的耗油量 根据美国环保局的官方资料显示 Karon的市区油耗为26.18升 远程驾驶则是16.8升 平均油耗表现为21.4升 可以说加速表现是小轿车的三倍 但油耗表现也是小轿车的三倍 和其他超跑相比 动力输出只有Karon一半的 法拉利F12TDF 以及兰博基尼大牛 相比起来Karon简直划算很多 看到这里还有理由不买Karon吗 有 那就是没钱